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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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别中之总 前面的这些大问 在本经 这个自识至宗 都是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说是 古今中外 一切大众共同的以后 华言 总共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 有310个问题 世尊 第三类知证觉世界 佛法里面讲世界 现在一般人讲世界 这三个三大类 用现代的话来说 七世间是将宇宙 一切众所依靠生存的这些星系 星球 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来 还有将来以后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 科学家称为太空物理 第二个问题呢 是说明生命 是说明生命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 何去何从 第三个问题 可以说是 不同维持空间的这些生物 我们一般讲天地鬼神 照佛法讲呢 比天地鬼神还高 因为天地鬼神呢 依旧包括在有情世界 知证觉世界呢 是讲这些世界 神圣 大吃大物的这些人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一阵法约 这个问题 现在 这个学术 科学还没有研究到这个 如果说研究呢 顶多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 神学 接近于这个范围 疑问再多 不出这三类 所以佛法实实在在讲啊 是大学问的 别中第一句 开心一切 如来 智慧海固 这一份里面 口加了 口说法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得到了 很大的启示 诸佛如来 为一切众生 讲经受罚 这是 口加 像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为大众 讲经受罚 三百余会 四十九年 这个后面设句啊 可以说是 说法的内容啊 他说些什么呢 头一条 我们已经读过了 能转一切佛法来 这一句非常重要 这是你说法的一句 决定不是自己随便说的 所说的是 佛佛相传啊 我们今天所学 所教的 足足相传 这个足足传什么人的法呢 传释迦牟尼佛的法 释迦牟尼佛 这个法从哪里来的呢 是佛佛相传的 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 私诚啊 你们想想对不对 不是随便说的啊 一带一带一带呀 传下来的呀 最初的那个 那个 那个说法的人是谁呢 匹路尼佛尼佛尼佛应 是心体呀 真心自信的离体 他不说法了 他便意切除 他不说法 他是像 让你在形象里面侮辱 世间人称之为真理 误的的人 为每一误的人宣说 讲解 像释迦牟尼佛世心 菩提树下 叶独明心 大车大悟 这个屋 就是集成 皮诺迦那佛的真传 集成一切祝福的教育 佛佛道统 入佛的境界 智慧 德相 都相同 这一种事情 我们学佛这么多年 也略略有一点体会 幸得过 一点都不会怀疑 这种沉船 宗文迷们称为新船 这个心是真心的 不是旺心的 不是思想 思想是旺心的 真心的 这个沉船 跟我们世间一般人 讲这个沉船概念 均不相同 那么误入之后 一口 就是一言语 教导菩萨 菩萨是当机动 像这个沉船里面 他们是正式的学生 有能力接受 不是菩萨 是旁天生 旁天生能得多少受用 差别很大 为什么呢 旁天生程度不起 佛教菩萨 这一言家 有一个总原则 这个总原则就是 开行一切 如来智慧海 所以佛法自始至终 要晓得 智慧之学 智慧之教 中文跟教下没有两样 中文 无论你是哪个派别 你都不能离开 坦经 六族 六族大师 以前没有中派 中派是以后 才发生 所以 谭中 不管是 哪一个派别 六族 是他们的共族 在传宗在中国 分为五个大的宗派 林济 草动 为娘 不管哪一个宗派 都要 多谭经 谭经 头一句话 大众总念 般若般若 都 开宗民意就告诉你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般若般若 般若 般若般若 阿弥多就是开心 一切如来之回海 中文的手段特殊 没有次第 像我们现在教学的时候 那是天才版 跟教下不同 教下是普通班 普通班 有幼稚园 有小学 有中学 有大学 有研究所 次第 寻序而建 那个天才版 没这么多 没有借机 只有研究所 后头 前面 统统没有 所以 中文是 接引 上上 跟人 这个六祖大师 在谈经里说过 他教学的对象 上上跟人 不是上上跟 你就是跟他 你也不得 其梦 而入 诸葛 诸葛 想想 跟他的人 有多少 在他会下 觉悟的人 那在中国历史上 真的 史无前例 总共四十三个人 人数不多 但在禅宗史上 哪一位祖师大德 底下开悟的学生 顶多三五个不得了了 四十多个人 六祖之前 没听说过 六祖以后 也没听说过 他老人家 那一个时代 英语 无比的殊胜 教下 是戒淫 一般大众的 我们常讲 上中下三根 三根 土背 立顿 全是我 教下 戒淫 上中下根 禅宗史戒淫 上上根 方法 手段 不相同 主要知道 方向 目标 是一致的 决定 没有念 但是 主要记住 即使是 全宗 还是以三福为基础 敬一三福 你们想想 慧能大师 孝勤尊师 慈心不傻 修十善意 你在谈经上就看 他也没知道 受持三规 具足众界 不翻为夷 他也没知道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他不认识字 他不能够读诵大臣 但是 他欢喜听别人念经 他喜欢听 他听了就能懂 就能讲个念的人听 为人 言书 他行啊 他做得到啊 所以 那个根基 具足啊 一条都不缺 千万不要疏忽 慧能大师 原本就拘除 三福的条件 我们今天 为什么不能成就 三福 完全 疏忽了 为什么在道场造罪业 把六活 忘掉了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严重啊 宗门 上上成人 三福六活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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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人 心地 清净 心地 善良 你们 你们仔细观察 都是 牺牲 奉献 学习为人 他才能学到 他才能 入门 智慧 不是藏在心里头 不是挂在口边 智慧变成了行动 智慧变成 实际的生活行为 开心 一切如来智慧 还完全在自己生活行为 内 其心动念 为 这个形象 作用 感动 一切众生 如果没有这种作用 你们想想看 这智慧是什么用处 智慧从哪里来的 从定来的 这个定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平等心 从哪里来的 从持戒来的 因戒得定 因定 开会 我们把戒学 完全废弃掉 要想开智慧 要想得 清净平等心 受放善事 一切如来 都做不到 你能做到 那就奇怪了 所以 要想真的 有成就 还是要遵循 古无大德 遵循 祝福 祝菩萨 所走的道路 自己不走他们的路 自己想开辟一条路 难了 凡是有这种念头 最后都失败了 前者之间 我们要有所警惕 总得要晓得 这个路怎么走 那这是 这就是说明 整个佛法 彻始彻踪 是真摄智慧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教学 我们也能够 很明显的 机会得到 你看他 五个阶段 所用时间的比例 就清楚了 阿罕 十二年 方登 八年 伯若 二十二年 法华 八年 涅槃经 一天讲的 华言 最初三七日 定中 下 你就想知道 二十二年 当然 是 主要的 括目 可是 弟子们 学智慧 之前 你看看 小臣 十二年 然后 大臣 方登 八年 合起来 二十年了 前面有 二十年的 基础 这才学智慧 学智慧 用 二十二年 所以 从这个 学智里面 所观察 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世贞 一代 时教 主要的 过程 是什么 早年 我们讲经 用比喻 这个 阿涵 好比是小学 方登 是中学 般若 是大学 法华 是研究所 法华 是一成法了 从全教 回归到社教 华 法华 是如来 亲政的境界 后盘 突出 给你介绍 法华 整个 展现在你面前 然后教你怎么样 教你是 循序 渐进 法华 法华 会全归时 是是归华业 法华的境界跟华业 完全相等 我们不能不懂得修学的次第 不懂修学次第 你就难了 你一生 不可能有成就 往年 我还有个例子 跟我久的同学 知道吗 往年 我还有个同参 会人 法师 前年 我 这个人 聪明 学习又非常认真 真是难得 我很尊敬他 很佩服他 他是从小出家 以后在战乱时期 当这个抗战时期 抽撞钉 他被人 拉去 当兵 49年 到台湾 他是跟军队 那他还是军人身份 但是 他还是有伤根 常常想念这佛法 年岁很轻 什么办法 能够退下来 再出家 他装病 这个装病 医生能检查得出来 他就想了 他装心脏病 常常说他心脏不好 年三年 他真的得了心脏病 所以佛法将 一切法 从心向身 真地得心脏病 那他就不能服役了 这样才退下来 退下来的时候 又回到佛门 再出家了 佣公 我看到的人很好 介绍他 到台中 那个时候 我也出家了 他大我五岁 跟馆长童年 我那个时候 在台中 南普陀佛学院教授 我把他找到台中 住在南普陀 我们这个宿舍里面 白天呢 跟着学生听哭 晚上呢 跟李老师 听李老师讲进 那个时候 李老师讲了也 我学了也 他也要学 我是劝他 我说你 初学没有经教的底子 最好从小布经下手 我还能帮得上你吗 他不服气 你学了也 叫我削小布经 意思好像 我瞧不起他样子 那么他表现出这个意思 我就不好讲话了 真用功啊 每一天晚上 看云音音发誓的注解 孙中霞的指甲 焦光大师的正恩 好几种参考书 在一起 互相参考 研究 每一天晚上都搞到三四点钟 他那个学习的精神 我们不能不佩服 这样十个月下来 大大病 什么病呢 眼睛搞坏了 展开经眷 看到是一片漆黑 没有办法再修了 这样子 他就离开 泰中 回到泰北 去做这个 金餐 佛寺发会 做了两三年 有了一点急需了 买了一个大厂 是买了一个幼稚园 在这个墓渣 金北过去墓渣这个地方 买了一个幼稚园 建一个小道场 叫法藏联士 这个时候 又回到台中 来找我 我说找我干什么 我现在有地方 你到我那里去奖金 他说这个事情不错 好事情啊 我到台中 我到台北去 奖金的姻缘 是他请我去的 这个时候 他后悔 非常非常后悔 他说当时 我没有听你的话了 要听你的话 我学奖金 也能学成了 这是经验之谈的 我一生都是以真诚心帮助别人 你不相信 你起误会 那就没法死了 这个语言 当面错口 我认识韩馆长 就是在他那个连续 韩馆长的家 住在他对面 所以那个时候 我每天奖金 韩馆长带他的一个朋友 还带他的小孩 几乎天天都来听 这么认识他 以后他到香港去了 他常年好啊 从小学的嘛 发气非常熟 所以 学东西 要循序渐进 我们不是上根人 不是上根人 一定要按照老师 我学教的 我学教是这么学出来的 早年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知道我 三年以后 张家大师 编辑了 我跟李老师 我跟李老师十年 从基础学起 虽然 第一步 我把全心全力都放在这上啊 第二步 第二步学的是 佛说 阿弥陀佛 第三步 学的是 普行菩菩萨 行民品 第四步 是我出家之后 再回到台中 学金刚经 第五步 第五步 这是个大经 学大佛丁 熟了一经 我在台中 十年了 学了这五步经啊 佛法的根基 就从这个地方 打下去了 华言 我没求过 我听李老师 讲一句 第一句 我就明干了 回到台北 我也讲华言 老师一个星期 讲一次 一个小时 我在台北 一个星期 讲三次 一次是 一个半小时 四个半小时 所以 三年 我就赶上 他的进度 我讲的时候 比他还讲得详细 发华经 我没有完全讲过 讲过发华大义 好像是六十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 有论音带了 第三经 没有修过 讲过很多遍 这么多年来 大小陈经论 总共讲了几十种 这些 都可以给 诸位同学们 做参考 粗修 一定要 业门深入 尝试 熏修 我在台中 说经教的时候 参加 经学班 我是经学班的 班长 也是老师的 祖教 神师渐进 决定不能够 练胆 被老师的教诲 不分之百地服从 一教风险 这个建立 私生的关系 你做他的学生 不听他的教诲 阳奉阴违 那是什么学生 老师 有智慧 经验丰富 我们学生想瞒他 那是自欺欺 他从你的眼神 看到你的心里 你怎么能瞒他 你有没有成就 他清清楚楚 明明明白白 我出家之后 回到台中 老师把这个 夏连居 老居士 无量寿经 汇集本 交给我 你们想想 他学生很多 他为什么不交给别人 他一生当中 禁宗里头 最重要的 就是这部经 这部经 确确确实实 能仆度 世尊 末发 最后的 九千年的众生 这是私辰 老师教给我 我要承担 这个使命 如何承传呢 一教奉行 为人 便说 我做到了 我没有辜负老师 老师 老师对我的选择 我们承担了 这个是智慧 所以一定要认清 佛法是什么 佛教是什么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心态 来学习 下面有几句 有九句 都是 这个宣 这个宣 受罚的内容 总的来讲 不外乎 前面大问里面的 是海 我不看经文 普照 社方 驻 安利海 谢五余 故 在这个地方 行师 佛法 真是智慧 所以 方东梅先生 把佛法 看作 这 特别是华严经 他的眼目当中 华严经 是佛学概论 佛学 是这个世界 最高的 这 当年 他介绍 是这样介绍 给我的 古今中外 东西方的 是哲学 以佛经哲学 达到 登峰造极 而佛经哲学 又以华严经 为 他的概论 他把华严经 看作是 佛学概论 是最高的哲学 万年 在佛人大学 开阔 波斯班开阔 就是开的 华严哲学 他完全是讲解 正好 他开阔 那个时候 我在台北 讲华严经 印的 有金本 我们印金本的时候 把六十八十四十 通通印出来了 那个时候 只有金文 叫白文 没有不识 诸解的本子 这个一套 很齐全的 那么方先生 在学校开这个课 我们听到非常欢喜 我问老师 需不需要 这个金本子参考 他说 那太好了 他说 你有多少啊 我说 我们刚刚印了 印了一千套 老师要五十套 每一个学生送一套 大概以后 又要了二三十套 他做礼物送人 我对于佛法的认识 是从方老师们来的 他来的 他要不给我 这样详细介绍 从这个 这学几个单元 连续下来 最后的单元 讲到佛经哲学 我们才了解 佛经是智慧的教育 这学是讲智慧 东西方这学 许多地方 疑问 到今天不能解决 在佛法里得到解决 那么这一句 你看看 这个经的句子 葡萝 葡萝 这方 诸安利海 是五语故 智兆 这个兆字 是这一句 这关键 一个字 为什么用这个字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堂 接着再说 再说 就是这样 做一句 我会做到 我会做到 啊 我会做到 练习海